就坐 我们现在接下来第五咨询组 请问朱议员 游淑慧议员 罗志强议员 时间120分钟 现在请开始 市长您好 最近市政总职群的焦点原本是市政 你有没有觉得很无奈变成是 陈医师的脸书贴文 书齐之战 你有觉得很无奈吗 但是我要坦白说 我最近看了陈医师的两篇贴文 不管是小明的或是给质疑四位的那一封信 或者是你说你不敢管也不想管 我少数会把你们两个的贴文看完 然后忍不住想要按一个赞 连你那一篇我都觉得你说的很好 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 但是我有一点好奇 这两件事情都已经试过境迁了 有一点是过去发生的 时效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陈医师会突然对这两件事情发表意见 你们在家里在这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有对这两件事情发表看法 这两个都是陈医师 陈时中或陈佩琪都是陈医师 没有我跟陈佩琪还是会讲话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讨论 所以这两件事你们其实在家里有讨论过 有啦 你知道他不满那么久了吗 我有拜托他不要写 所以他要写之前你有讲是不是 用拜托来喔 不是啦 有时候我常常是看到他写一脸书 再跑回去跟他讲说 我卖个下卖个下卖个下 好没有关系 不过这两件事其实是公共政策 每一个人都可以质疑 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市长 以你的角度来看 给侍卫的那一封信 两个陈医师的看法到底是谁是对的 或是你认同哪一个 一个是说 这个是我们预警 我们有提醒 一个是说 这个信就写得很清楚啊 我是看了武汉的资料 然后来跟侍卫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资料 这个英文没有很难 就这样几个英文 两个又都是医师 两个都是陈医师 请问一下市长 就你身为科医师的角度 还有就 工位跟医学或英文的角度 你认为这封信到底算是什么性质 哎呦我跟你说 不要问我 这个 我只问你个人的态度 你不一定要护老婆没关系 你的专业态度 我是看一看 然后就 就就就就 你完全没有想法吗 不是啦不是啦 没有啦 我摸 这样讲有时候很丢脸 我没有陈佩奇那么勇敢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看法跟他是一样的 你认为这封信只是一封询问信 不是预警信 只是你没有他这么勇敢实话实说 不是啦我觉得 不用不用哎呦这个这个 这个 你也是台北市长的 对这件事你都要有看法 不是啦不见得 我们对每一件事有看法 但是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说出来 对那现在请问一下 你的看法是哪一个 你认为这封信 我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而且我不敢违背陈佩奇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 小明这件事情 小明也有可能有台北市里面的小朋友 所以这跟你台北市长是有关系 你认为当时不让这些小明进来 到底是基于我们的防疫能量不足 台北市的防疫能量不足 全台湾的防疫能量不足 还是有特定排中的一环 这个就跟你台北市长是有关系 因为他们的父母有可能是台北市民 我知道就有 这个我倒是有表达过意见 我说不管对美国或中国 你如果用科学就是科学 防疫标准一样 事实上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中国大陆传进台湾 进来的是11例 美国好像是89例 如果在英国算上去 两个加起来180 差了17倍 所以这个如果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这个 我说我当时就说 我如果统计数字看起来 像纽约比武汉还危险 科学数据是很清楚 所以当时应该是要 如果以科学上来讲 就是两边的防疫的松紧度不一样 所以你认为 当时拒绝小明们进入台湾 不是基于科学 也不是基于防疫能量 而是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 或是其他不知名的 他的情绪或原因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我看一看 我是不会 我也不太想讲 就不需要 但是陈佩吉 陈佩吉很有意见 市长 我同意你写的那一篇脸书 你不可以管 你也不该管 但是我想请问 对于说陈医师的贴文 你到底是觉得 他给你惹来麻烦 你心中有抱怨 或者是你会觉得 是因为你自己选择从政 而让你的配偶 他在人格权上或言论自由上面 都受限 而且被打压 你心怀愧疚 你会不会心怀愧疚 不是啦 但是我没有当市长 他写什么也不会有人去跟他看 是啊 所以你是觉得 是因为你当了市长 他的东西才有人看 所以他要感谢你 还是因为 谁叫你当了市长 他的东西才会被批评 被攻击 会被注视 不然他也不会有人去管他写什么 这个大概就是每个人表达他的意见 只是说 我有拜托他不要写 可是他不听我没干嘛 你一直在拜托他不要写 你这几年好像每次遇到这个问题 你就说你有拜托他不要写 他每次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他通常有一阵子会不写 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写了 我是觉得啦 你也不要拜托他啦 他的粉丝也有35万 他有他自己的独立人格权 我是觉得说 之前有议员说 什么他会拉低你的市政成绩啊 他不够资格当你的配偶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尊重女性的存在 为什么 吴三桂影清兵入关 为什么要跪在成员员身上呢 你的市政成绩好不好 要问你这些团队啊 怎么会问说 陈佩奇写了什么 会拉低你的成绩呢 你同不同意你的市政成绩完全你要自己负责 你的满意度低跟陈佩奇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啊我自己要负责 跟他无关了 好市长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近 虽然跟市政无关 但是也是最近的话题 就是两天后高雄就要罢免投票 但我不是要问你 你是挺韩国瑜还是挺霸函 我想要问你 你也是身为民主选举出来的首长 你也非常了解台湾的民主制度 你认为在现在的法律设计底下 如果57万票可以罢免89万票 或者是40几万票可以罢免你的时候 少数罢免多数 你认为这样子的罢免制度 第一个合不合理 第二个对台湾的民主稳定 有没有影响 老实讲现在那个罢免 如果25%就会过 真危险 老实讲 我现在想一想好可怕 怎么可怕怎么危险 你会怕吗 不会啊 我们台北市没有人要罢免你 不是啊 那个 哇这样 有四分之一反对你 如果很坚定 四分之一反对你就挂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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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制度有点可怕 你觉得不是很合理 对不对 因为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不晓得 这是改 好像选办法改变以后的第一次 第二次黄国昌是第一次 黄国昌好像不是用 黄国昌那时候不是用 不是用这一条 黄国昌那时候好像 黄国昌是用新的啦 不是黄国昌是用新的 不过没关系啦 其实我主要想要讨论的就是 台湾的民主稳定 是一个长期我们追求的 方向 那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是我们从小学的民主观念 我也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57万可以罢免89万 那你选再多票都没有用 因为我只要用基本盘 我就可以随时罢免你 你同不同意这样子的 未来可能的发展会变成这个危险程度出现 我想这个事件过后 还是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现在四分之一反对你就挂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霸法制度要 要讨论一下 有点可怕 第二个可怕的事情是我想请问 你有没有担心过或沙盘推演过 现在所有攻击韩国语的网军也好 或媒体也好 在韩国语的事件结束以后 如果成功罢免之后 下一个首当其冲的会是你 现在许多粉砖 不管是指示毒啊 或是打马汉将啊 在一月的时候有疯狂的打你哦 但是这几个月都在打韩国语 可是如果韩国语的事件结束以后 你担不担心说下一个瞄准的对象就是你 你就变成剑拔了 我看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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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打我 力道不一样哦 你担不担心以后韩国语的力道 变成是对你的力道 还有你的团队 或是你台湾民众团的团队 有没有沙盘推演过 当民进党用打韩国语这样的方式 不管是媒体加网络 或者是加党政军联合起来 把同样的力道跟阵仗 拿来对付你或台北市政的时候 你跟你的团队有没有办法可以抵抗得住 你们有没有沙盘推演 听说你们沙盘推演过了 而且得到答案是你们挡不住 挡不住 挡不住哦 沙盘推演过哦 你的网路虽然很强也挡不住哦 所以你会怕吗 第二个你会怕吗 说我们很认真工作 认真工作怕也没有用 好下一页 市长这一个问题 我跟交通局有探讨过 所以交通局不用上来 我只是跟市长在说明 为什么我说话错重点 交通执法你认为是为了交通安全为主 对不对 为了减低交通的伤亡对不对 对 可是你看一看下一页 这是那个死亡前前五个死亡死亡的 你看哦 这是去年前五大交通死亡事故的原因统计 这五个包括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闯红灯或是违规的左右转 或是其他就是譬如说滑手机 或者是车子抢越人行穿越道不理让行人 这五个都是造成会死亡事故的原因 所以你在执法上面应该是针对这五个要去严格取缔 对不对 对 好下一页 结果呢 你取缔的项目跟交通死亡事故是不相干的 除了一个不依规定左转 转弯以外 其他的都是针对好开的 第一个为什么违规停车好开 照相就可以开单了 路边巡逻就可以开单了 超速为什么好开 测速相机在那边人也不用在那里啊 这个有业绩啊 可是对人民的生 那个交通安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 因为因为造势 超速而造势死亡的 不再前弩大 因为违规停车有人撞上去而死亡的 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啊 所以你觉得只是为了抢业绩 为了增加业绩或为了方便开单而执法 比较重要 还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跟交通安全执法比较重要 对啊 这个其实我们那个罚款前几年我也跟他们讲说 这个重点不是不是罚款的 重点是管理的 所以应该不是一直去 应该是说让他不会违规停车 我不是一直违规停车跟他罚钱的 这个我们要改 我有说我们要改进 对啊 市长你这样的观念 我希望你是真的有要求下去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任内五年 你画的红线长度 大概画了21条血税 有人说要画就画 完全不做过交通评估 然后你取缔的光是这个违庭的罚单收入 就将近20亿耶 20亿耶 当然20亿听起来很诱惑啦 是事故一笔很大的收入 可是交通死亡事故的人数 或交通事故是节节上升耶 你们最近发了一个新闻说 今年的那个交通事故成绩很好 废话今年因为新冠大家都没出来 当然成绩很好 这样的新闻稿也好意思发吗 所以市长我希望你在交通安全汇报的时候 要确实把你的绩效的加权的重点项目 改一下好不好 同意 不要只抓容易抓的啦 好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可以讲一句话 没有不用 因为你其实在那个部门质询的时候都回答过 我们看一下那个受伤人数 也是三年创新高 死亡人数也是创新高 这些数据你都有 就是不用我告诉你 好 接下来我认为交通还有一个话做的重点 叫做 化停车阁的事情 在你上任以后 台北市所有的停车阁全部收费 包括巷弄 还不说不包括你新化的喔 你把原本在巷弄内没有收费的 全部一体式用收费对不对 对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些停车阁原本没有收费 你知不知道 不曉得 不过收费是为了要令理交通改善计划 要 我跟你讲 你要划设停车阁使用者付费这些观念我都会背 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本为什么这一些停车阁有划格子 但是没收费 知不知道 有一些是失地 没错 有 他们其实是失地 是 你把它开辟成道路 它已经是继承道路 被你化为公共设施保留地 可是你没钱征收 所以他是失地 你化停车阁的目的只是让他停车有秩序而已 可是他是失地 但是 你凭什么拿失地来赚钱 你凭什么拿失地来收费 好 这部分有占用的问题 那这个是 其实真的是为了管理 为了管理 你为了管理 你是化停车阁 让他好好的停车 可是你把它收费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 第一个你收来的费用拿去做什么了 你有没有拿去优先征收这些地主的地 没有 第二个你把这些失地主的地化为停车阁 你有没有告诉地主 没有 你没有公告 你也没有优先去征收 还有 你知不知道 你的台北市政府曾经为了这件事召开了一个专案的会议 局所会议 第一个法务局说 这些地 如果是失地主 你给人家拿来收费 拿来发大财 你要优先征收 法务局有给过这样的意见 第二个 你的当时的秘书长苏力穷说 这样先把人家的地拿来收钱 好像违反程序正义 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后怎么处理了 局所不要回答 我只问市长最后怎么才是 记不记得 有啦 这个我们 我们还是那个有收来的钱 就是会优先去 没有 你没有优先 我问过新公处 他说他没有优先 没有优先 没有优先 你就拿人民的地来发大财 你知不知道占多少 大概六千个 六千 你知不知道有几个地方 七百个巷弄 你一百零四年的时候做过一次调查 后来你就懶得调查 不敢面对这个事情 市长 当时各局处中签给你的时候 你记得你做什么样的批示吗 第一个公务局的意见说 我没有办法优先征收他 法务局的意见说 你要优先给他补偿 秘书长的意见说 这是违反程序正义的 好啦各个局处都有各个局处的意见 最后中签到你那边 你做的批示 你怎么批示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你不记得 这么大的事 你把私地主的地拿来收费 还非常道貌爱然的告诉大家说 使用者付费 你使用 人家使用你的地 你要人家付费 你使用人家的地 你说我理所当然 你甚至不记得你怎么批示的 我告诉你 你根本没批示 你就让你的助理 让你的秘书 用电子章盖了一个章 连你自己盖的章都不是 有了 我的盖章都我自己看 你自己用电子盒章 你自己用电子盒章 你知不知道 那个章连 是你盖的都不是 你盖的章我看过 起码你会自己写日期 那一个章是电子盒章 连你盖都不是 所以难怪你会不记得 秀出那张图一下 那张电子盒章的图 你连批都没有批 你连盖都没有盖 这一个签照理说 你要批示 到底要采取法务局的意见 还是采取秘书长的意见 还是采取公务局的意见 你连决定都没有决定 就让你的办公室 说不定就是蔡壁如地下市长 盖一个章 你就把人民的地拿来收钱 每年赚一两千万 这一个章我以前也用过 电子盒章 他不是你批的 也不是你去盒的 没有我的账都是我有看 我都有看 你有看 我刚刚问你记不记得 这才两年前的事 你说你不记得了 我公文太多了 你把人民的地 站着 不给他征收 拿他来收费 然后你说我不记得了 公文里面写说 如果你要把私有地 拿来收费停车口 你要公告 你要告诉里长 你要让地主知道 你们都没有做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几个巷弄 好 这个巷弄 你以为这么宽的巷子 在信义路 你以为这么宽的巷子 是你私有地吧 没有 九成都是私有地 你把人家画了 机车格 停车格回到上一页 你把人家画了 机车格 停车格 这一条全部都是私有地 你知不知道 信义路多值钱啊 画这么多个 然后当地的住户 我们就问了 以前没有收费啊 是柯市长上任的时候 才把我们的地拿去收费啊 只有汽车而已 汽车没有收 市长 你可不可以 告诉这些私地主 你没有钱去征收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 你把人家的地拿来赚钱 赚了钱 又不优先去征收这些地 如果 如果这是你的地 你合理吗 你觉得合理吗 如果你们家的地 在金华区 这么大的巷弄 被拿来当继承道路 被化了停车格 每一天都在赚钱 但是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二十年三十年 你如果身为一个市民 假设你今天不是市长 你觉得合理吗 这个我们好像有 后来有停管处 有拨一些钱 没有 只有107年 拨了第一次 以后就没有 没有 跟议员报告 每年都要编列 除了这部分 你没有编列来优先征收 因为新公处 告诉你没办法 不是我们是编列给新公处 当成是征收 对 但是新公处 没有优先去征收这些地 对不对 不要再给市长片面的资讯 在仁爱路那一条 正好 这一条也是 市长 这一条也是 你不要以为这是你的地 这个巷弄也是私有地 停车格化得很漂亮 每天收钱收得很开心 我告诉你 也不是你的 你不是说使用者付费 为什么市民要付费给市政府 市政府不用付费给私地主 你可以告诉我一个 你说台湾不可以双标 你有写过脸书 这个双标难道是说 人家用你的地要给钱 你用人家的地可以不给钱吗 还拿人家的地来赚钱 你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你告诉我 市长你只要告诉我 你能不能接受这种作为 对啊 我其实最近还在想 我今天早上还开跟他们讲说 我们那个容积移转 那个有八十几亿 才用不到五亿 所以我倒觉得像这些 应该优先 你同意优先吗 你的法务局也写说要优先 你的秘书长也说这样 违反程序正义 新公处 不要再说你不能优先好不好 市长都说要优先了 我来看看怎么处理 对啊 你好歹要跟私地主讲一声啊 或者是利益共享啊 哪有说你不给人家征收 又给人家拿去赚钱 每年这样赚一两千万 你知不知道在你任内 划设的停车格 相较也好市长的时代 你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八十喔 好市长实在只有 那个跳到那一眼 好市长实在只有三万六千两百八十个停车格 因为他没有把巷弄的私地 给人家拿来收费 可是你把人家拿来收费 然后你还到处去画停车格 到你现在已经五万七千了 你多了两万一千个停车格 还不包括机车的喔 然后这个面积加起来是三十八个足球场 你在台北市划设了三十八个足球场的停车格位 可是你不去想多盖地下停车场 把道路空间释出来 你只想说在路面这样一画 你就可以收费 你不用投资新建成本 你还拿人民的地来画 市长你知不知道在你任内齁 这几年齁 你在路边停车格赚了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一年的路边停车收费在十六到十八亿 你去年已经高达十九亿了 你很土豪耶 你这五年给人家收了八十五亿喔 只赚路边停车格喔 你赚了八十五亿喔 说不定比你投入新建停车场 开挖停车场的还要多 你收这些路面的钱 你不去增加开挖地下停车场 东兴国小的停车场 我们已经争取很久了 你在学校已经新建工程了 你在下面开挖停车场 让路面的空间释出有什么不好 可是你们偏偏要做这种便宜形式的事 在路面一直画一直画 让巷弄很小 可是你不用花新建的心肺 你就可以一直收这个钱 八十五亿耶 市长 好 你有什么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好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第一个我也觉得公保地 应该要加快收购 我觉得既然有钱就不要再拖 所以有占用民地的 特别有在哪里收 应该优先看怎么拨进来 市长你现在提拨一千万 庭管处提拨一千万 太少了 太少了 因为你的私有地 化的停车格 跟全部的停车格 你要去统计 他比例是多少 如果他占十分之一 你就要提到两千万 因为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是十九亿 你就要提到两千万去做征收 为什么 使用者付费啊 你还不是只有使用 你还拿来赚钱 能力耶 好不好 人家还没叫你给他利息 好 这个我们回去算 会提高提拨的钱 时间暂停 时间暂停 停转去了 新工处可以先回去 市长 陈贵的事情发生到现在 你们的调查报告也出来了 请问一下 你对于市府的行政责任 你认不认为有检查不实的原因 对啊不太确实 这个其实我们 那你觉不觉得不太确实的中间 有没有勾结 因为他的 你觉得不太确实的比例是一点点 还是很不确实 就是怎么讲 就是不确实 不确实 你觉得这不确实是疏忽呢 行政疏忽 还是你觉得有勾结 地方 基层人士有勾结 你觉得是哪一个 也不要说勾结 就习以为常 就是让应付应付 习以为常的检查不确实 那个是检查一点点不确实 叫习以为常 很大的不确实 就不是习以为常 什么叫做很大的不确实 大家的焦点都只有在 林森乾贵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中华乾贵 你那个副市长跟局长请回 我只要市长以市民的身份 来看这样的结果 觉得合不合理 时间这样停好不好 你们先请回 谢谢 市长你现在以一个市民的身份 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检查报告 中华乾贵 在大火发生前 4月22号 刚好也有一个公安消防的检查 检查13项里面全数合格 4月27的时候 因为大火发生 腹肌有全面的联合机查 结果在原本全部合格的 13项里面居然有过半 就发现不合格 高达七项 而且这七项 绝对不是那一种什么 原本有开 现在没开 只是一个开关的问题 第一个 有操作障碍的 缓降机 升降机 避难梯 如果有操作障碍的话 你觉得五天前操作没有障碍 五天后 他就突然出现操作障碍了 你觉得合理吗 以一个市民的角度 我不期待你是市长的角度 第二个 市内的排烟设备 他的排烟设计怎么样 排烟量足不足 排烟区有没有坏 你觉得五天前的时候 排烟量是足的喔 排烟区也没有坏 五天后 他排烟量突然变成不足 排烟区坏掉 还有没有设 你觉得 这个 这个是因为 五天就发生变化吗 不是 好 火警自动警报设备 五天前弄到合格 五天后发现 哎呦探测器怎么这五天就坏掉了 数量不足 数量不足这就好笑了 他这五天之内原本数量是够了 他就把它拆掉是不是 位置不符也好笑了 五天前他在这个队的位置 合格的位置 这五天他自己把它移动位置吗 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 不合理 紧急照明设备 自动洒水设备 自动洒水设备也是啊 五天前通通符合 五天后居然是什么不符合 他装着位置不对 哎 你是认为他这五天去把它搬动位置 还是说他原本就不对了 对应该 好 请问一下 你看这几项 以一个市民的角度 如果你今天没有当市长 你觉得这是官商勾结 查验不实 还是你觉得齁 去检察生 那时候的检察院 眼睛都涮汤 还是说被什么鬼遮眼 都没有看到位置 装作排验量不足 然后全部都勾勾勾都合格 只是一时的疏忽 一时的习以为常 如果你今天是市民 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请问一下你会觉得 是哪一个 我们现在要开始改 要不要线上 当场查核 我们有整个系统在改 像你讲的这些 我们都会把它 都会把它记起来 我们整个系统会改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 如果业者是检察过关 你离开他就关闭的话 这样是业者无良 可是你刚刚看到这一项 我告诉您 不只是林申乾贵 敦南乾贵 甚至其他的 也有这样的问题 相差没有多久 前一次检察全部合格 结果下一次检察合格的 黄山山副市长带队去检察 就变成都不合格了 所以是怎样 因为层次高了 不敢做假吗 松江店也是啊 所以我说你单纯只看林申乾贵 你看不到你现在问题的全貌 不是只有乾贵这样 以小看大 你可能全台北市的消防检察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检察的时候都合格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的就很大的问题就出现 这样子台北市的消防安全 有多大的黑数 市长你有没有想过 乾贵就几家而已 就每一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例高达八成 检察不确实 这个我们都会检讨 我们会很深刻的检讨 那爸爸每一样去做系统上的改正 我相信你真的不想要在你任内留下一个 就是火灾市长啊 或是什么交安 交通死亡事故市长之类的 你的交安公安治安 这三个安是你最重要担任市长的 但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前朝的官员 我在这里说 真的你去看数字 你去看数字 数字都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 这三个安都不安了 真的去看数字 好时间暂停下一页 好这个议题我在财经文会有质询过 第一个我只想问市长说 有担保品公营蛋铺 所有的客户是不是就是需要纾困的人 不只是这个新冠时期 他本来就是需要纾困的 所以他所有来借钱的四万多人里面 都是有困难的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是雪上加霜更困难 对不对 但你知不知道他们一开始的纾困条件是 你还要被确诊或隔离的 才能来办利息减免 我就是要这么衰就对了 不只要穷 还要穷到有得到新冠或是被隔离 你就一定要他这个人衰到几点 你才要纾困他就是了吗 这个这个我们也会改了 已经改了 六月一号已经改了 没有现在还是很可怜 你不但穷 你还要穷到你跟中央申请成功纾困 你才能再来跟我申请纾困 台北市的范围 不是应该比中央更宽松吗 更照顾我们的市民吗 怎么会说你要先得到中央的纾困以后 你才能来减免我这一两百块的利息 市长如果他已经贷款到 这个十万块 他用贷款的十万块 他就付得起这几百块的利息了 你只不过是给他减免几百块的利息 之前两个案子才减免一百零一块 一百零一块喔 两个案子 那为什么他一定要是中央索困成功了 台北市才愿意给他减免利息咧 你不是应该走在中央的前面 各地都在加码 结果你是限缩 不行 你一定要中央认为你很穷了 我才要认为你很穷 他来借钱就是很穷啦 对不对 有钱谁要借钱 有头发谁要当兔子 市长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坚持这样子吗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利润受影响 他们不想影响自己的奖金啦 你知不知道 那这洞长直接处的一年处长的奖金 比你这个台北市长还高 不是啦 这样好了 我也觉得 对啦 灰心当铺 都是已经走投无路才去的 对啊 而且市长你知不知道 你的公营当铺的利息 居然是跟民间的当铺来比 然后比银行的现金卡 跟信用卡的利息还高 人家拿着担保品来 然后你收的利息比 信用卡跟现金卡利息还高 市长你这不是在打劫穷人吗 贪工苦人的钱 然后赚了以后 把这个利润再拿来 这些高官来分 你知不知道我去查了 动产职借处永远奖金最高的前三名 处长副处长主密 也不是基层同仁喔 不是喔 永远最高的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有需要负责盈亏 或是收到赝品的赔偿吗 不需要 动产职借处的亏损是动产职借处付 动产职借处赚钱是他们来分奖金 为什么会赚钱 贪工苦人的利息 这个跟我们捷运 优游卡这种营运单位不一样 你动产职借处越赚钱 代表台北市的港口人越多 现在的景气跟民生状况越差 好啦 这个 局长你的答复我都听过了 市长第一个放宽紓困条件好不好 不要说你要走在中央前面 不是走在中央的闪下面 第二个 降低利率好不好 不要 不要让同仁觉得 我为了我的奖金着想 说我一定要有 盈语啊 我有盈语才有奖金啊 不是这样子的 钱要赚的心安理得 哪有永远都是处长 副处长主密三个人最高 然后对媒体说 因为我们动产职借处 收到假的东西要赔钱 是你赔钱吗 是处长赔钱吗 处长你有没有赔过钱 没有你只有领奖金 第二个说 因为我们动产职借处 致富盈亏 是你致富盈亏吗 不是 是动产职借处的基金 来付这个亏损 也没有亏损过 第三个市长 你还知不知道 一件很夸张的事 他贷给民众 年利率将近8% 可是他跟你的底费地基金 贷只有0.25% 他中间套利30亿倍 所以 局长你的话我都听过了 没有 没有 时间再停 时间再停 局长我已经听你讲过18分钟 市长刚刚听了 表情都露出不可相信的样子 我跟你讲 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说了算 是人民观感的问题 市长他是政治人物 他要顾的是市民的感受 不是你在那边说依照法律怎么样 依照弹固法怎么样 市长要顾的是市民的感受 是外界的观感 外界的观感 你拿底费地基金 0.25% 这本身就已经违反基金的用途了 我不去讲你 但是你套利31%就不对了 好 时间暂停 请财政处的同仁 好 下一位 市长 市长 我的选区有一个国小是台美国小 你应该知道齁 知道 是在你 就任内的时候启用的 可是你知不知道他在启用两年而已 已经操偶了 因为那个双羽又太棒了吧 没有错 市长 双羽加新学校 还有没有预估准确 那边的都市计划 新盖的房子会移入的人口 因为你就算双羽加那个 你没有地方移入它还是一样 还有出生率的问题 才两年 他就额满了 这代表预估完全失误 还有就是你说的双羽 这一定是越趋的 就是要越趋啊 你的教育局同仁跟我讲 嵩山跟坦美是同一个生活圈 你也帮帮忙过一条河 你告诉我是同一个生活圈 市长啊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是小孩 我来过一个河 我跑去跟松山同一个生活圈是怎么回事 要跟松山西松 然后跟我讲说 他们是同一个生活圈 你干脆告诉我 全台北是同一个生活圈 双北是同一个生活圈 算了 市长 这一定是越趋啦 不然不会成长这么快 不是啦 越趋的理由就是双羽跟新校舍嘛 好 那我跟你讨论一下双羽 我一直对于台北市 在某一些学校示范双羽 这件事情我觉得哪里怪 哪里怪 我跟市长报告 国小国中是国民义务教育 国民义务教育就 如果是公立的 就应该有 学生有平等的受教权 你同不同意 同意 那你现在在极少数的学校 给他这么好双羽 难怪你家长会越聚啊 要不然为什么要越聚 为什么要大老远 跑到我们的檀美去念 不就是为了来念双羽学校 你刚才也说了啊 那你为什么只在少部分的学校有双羽 你为什么要在基础教育造成教育的落差 报告一言 这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老师 所以我们只能 我们只能从两个 六个到十三个 二再二十六个 我只能二十八 我能慢慢增加 你在做某一些学校的双羽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越区的问题 因为是你造成不公平的落差 不是家长 是你先在学校里面造成不公平的落差 我这个学校有双羽 这个学校没有 妄止成龙妄女成凤 这是人性 然后等到家长越去以后 你又说 哎呀谁叫他们要越区 不对吧 是你先造成这个基础教育的不平等吧 而且你曾经笑说 新加坡全面推动双羽学校要二十八年 台北市不用那么长 可是我告诉你 按照你现在的进度就是要二十八年 对 你五年才二十九所 没有 因为那个师资的培养 没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准备好了做呢 你为什么要在家长之前 造成大家去打听 啊 这个学校有双羽 然后去托名义代表 去托关系 把自己的户籍牵进去 然后每天在他们上下课 你为什么要由公家机关去造成这样的不平等呢 然后最后要二十八年 其实这个发展应该是渐进式了 那我们现在 对啊我知道要二十八年啊 真的好渐进喔 没有啊 我想新加坡实义的参考值啊 那不一定要二十八年啊 你没有造新加坡的参考值 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进度 就是要二十八年啊 没有没有 那你告诉市长 推动这五年 你做了多少学校 你告诉市长 零到一之间如果突破就会很快 不是啊 两校六校十三校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市长 在市长卸任的时候 可不可以达到一半 一半就好了 没有 现在大概四五之一 你看 你开始雇佐二人 他就是你做不到吗 五年你都做不到一半 那三成你做得到吗 那立章一散开就会再強 你看 你什么进度都没有 你什么目标都没有 你在推动一个公共政策 你一定有进度有目标有齐成啊 要不然你怎么规划你的私資培育 那这个报告议员喔 这个我们都有讨论过 因为我没有办法下一个命令说 从今年开始 所有要录取的老师 全部都是双椅教室 我这个命令也下不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只要押到五十趴而已 五十趴还是四十趴 四十趴 才四十趴 所以对啦 这个 我就问你嘛 你给我一个目标 一个期程 在你卸任 台北市要完成多少比例 你不可能连 蛤?才25趴喔 你两人市長比较25趴 那算我要八二毛32年 再久 比刚刚二十八年还久 我的数学应该没有那么差吧 就几代人都过去了 这个的确是 这个要引起了 比如说一百一十年有四十二要申请 市长时间暂停 市长时间暂停 市长我现在想听的是市长的政治承诺 的确是有 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也是内部也是有讨论过 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说今年所有录取的老师 全部要要求双语 所以 你如果百分之百 时间就快 但是我们不敢下这么强硬的命令 时间就拖 好 你有没有办法承诺 起码要完成三成 我们下一次了 好不好 因为是你造成小朋友受教权的不平等 可能一一年 我们三成的目标去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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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都听不下去了 市长你就三成好不好 市长你要给他下军令狀 局长才会努力去做 在这边承诺下军令狀 这是小朋友的受教权 这个的确你点出了我们现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困境 就是说过渡期怎么办 还有那个 私之培育 这都是问题 坦白讲 私之培育也要有时间 也不是说随便找 你真的要那么强硬下去 台北市我不相信找不到三成的双语 现在如果我们下令所有的入学老师都要具备双语能力 好啦 市长 三成是合理的啦 好不好 好 市长不要说努力啦 你要指示啦 指示他们才会听 好不好 我们回去想想看怎么办 好 先暂停 市长好 你知道网路上1450长期阻挡的舔共排行榜 你名列前茅吧 你知道吧 应该是第一名吧 第一名 你真的是蛮了解的 不过你不孤单啦 我也是跟你同列榜上 可能名次比不过你啦 但是你知道最近 就这几天 有一个人的舔共指数忽然高升 直接盖过你 变成绿营的网军的头号标吧 你知道是谁吗 谁 你老婆啦 陈佩琴 陈佩琴 陈佩琴现在是已经是我们的舔共排行榜第一名了啦 你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超越你要升为舔共排行榜第一名吗 你知道为什么 蛤 我看你怎么知道啦 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好大胆啊 他敢逆时钟耶 现在只要逆时钟都是舔共你知道吗 谁逆时钟逆的最前线的话 舔共排行榜 串升速度都非常的快 那我想要请问你 你知道吗 这一次绿营的网军一直出来围剿您的夫人陈佩琴 国民党有一个人数次站出来力挺陈佩琴 你知道是谁吗 是不是你 就是必然在下我啊 就是罗志强啊 那我就要问你 为什么我要力挺陈佩琴 为什么 因为我也舔共嘛 是不是 跟你们一样舔共排行榜嘛 这个绑绑相互啦 我告诉你因为很简单 我的问政原则很简单 不问党派 只问是非 对的就挺 错的就批 所以我接下来问你的第一题 就跟陈佩琪有关 就跟陈佩琴有关 我想请问 自己选的国籍 自己就要承担 这句话是谁的名言 陈时钟 非常好 陈时钟 那你认同陈时钟这个说法吗 我是觉得太沉重了 不必 太沉重了 你讲的说法也比较客气 也就是不认同啦 对不对 太沉重了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不要听听 您的夫人是怎么说的 你觉得你夫人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把它念给你听 他说小明事件 他觉得陈时钟的发言 那时刚在选举大胜的气氛下 多么煽动人心的口号啊 但是他提醒陈时钟 儿福法的规定 父母养父母或监护人 对其儿童应付保育之责任 各级政府及公私立儿童福利机构 处理儿童相关事务时 应以儿童之最佳利益 为优先考虑 有关儿童之保护与救助 应优先受理 他说我是儿科医生 以儿科医生的良知良心 为小孩的受教权跟医疗权 提出一点建议 请不要再灌人卖台舔中的大帽子 台湾需要建立理性沟通的管道 和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 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你太太这段话讲的怎么样 我不敢批评她 你都没有我 你挺你太太啦 你太太讲这话太棒了啦 就是给她鼓掌啦 不是吗 讲的没道理吗 我想请问市长 有没有道理 有了 有道理啊 可是很抱歉 我想请教柯市长 你知道 陈佩奇医师出来为小明说话 我非常感动哦 所以当然肯定她 可是知道全台湾 第一个站出来为小明说话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第一个 你嘛 对 你看着我就对了 就是我 罗志强 今年2月6号 我接到了小明的父亲的陈琴 小明的父亲是中华民国国籍 小明的妈妈是已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大陆籍的配偶 小明的姐姐在台湾出生 也有台湾的户籍 只有小明因为在大陆出生 户籍设在大陆 但是小明是在台湾生活 求学 还在读书 可是因为过年他们回家探亲 回台之后海关却说妈妈姐姐可以入境 只有小明是大陆人民 中国人民不能入境 这个时候留在台湾的小明的爸爸心急如焚 到处奔走 就跟我们的办公室来乘勤 最后小明的妈妈姐姐在机场逗留了一天一夜 请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的下船是什么 市长知道下船是什么吗 是前船吗 答对了 都已经到国门口十岁的小孩 我们政府把他赶走 赶走 因为总不能让一个十岁小孩这样跑 就是被赶走吧 所以妈妈也很无奈的跟着他一起回去 所以我在脸书上写了 防疫版的不能没有你 后来陆委会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的贴文 一度决定让小明回台 你知道吗 一度 陆委会本来是说要让小明回来 人道考量 你知道这件事吧 其实我这有些 有些 陈明通 本来是想要让小明回来 可是你知道 陈明通 这个人道的决定 谁狠狠的打了他的耳光 是谁狠狠打他耳光 否决掉的 谁否决掉的 陈时中 答对了 陈时中 所以你都了解 我跟市长讲 你知道陈时中 你知道儿福法主管机关的首长是谁吗 魏福部 那首长是谁 陈时中 他理论上最该为儿童权益站出来保护的首长 机关首长是谁 整个政府最该为儿童站出来讲话的机关首长是谁 是陆委会吗 不是魏福部 就是魏福部啊 可是陈时中那时候说的这句名言 自己选择的国籍自己就要承担 这句话 跟市长报告 你知道他不但人写 他没有法律常识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没有法律常识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法律常识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法律常识 因为小明只是没有户籍 很抱歉啊 依照我们的国籍法 我们的国籍是才属人主义还是属地主义 属人 属人嘛 所以父母亲都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有没有 有 他只是没有中华民国的户籍而已啊 所以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一般的陈时中啊 他不但背弃了儿福机关的主管机关 应该要有的保护儿童的权利 他不但很冷血地说了这句话 他什么啊 他连法律都搞不懂 胡说八道 更离谱的是 他把他赶走到陈时中 等一下问他为什么要赶走他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你知道怎么回答 我告诉市长 他说啊 哎父母丢包小孩啊 我国家没道理收啊 市长你觉得这就要公道吗 小明都已经到国门口 谁把他丢包他 父母丢包他的吗 有丢包他吗 有没有 没有 谁丢包他 请问市长谁丢包他 就是陈时中丢包他了 不是吗 我们的政府丢包他了 你把人赶走 还摘人家父母亲丢包小孩的帽子 我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很不公道啊 所以呢 我就在脸书上就开始讲了 我说 我说我肯定陈时中抗议的功劳跟努力啊 对不对 我们也肯定他啊 市长你肯定他的抗议的功劳跟努力吧 对不对 肯定 但是他抗议有功 他抗议努力 是不是等于他说每一句话 即便是不对的话都不能批评 只能鼓掌说你讲的好棒棒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啊 就算市长 即便假设你台北市政做的好 你说错话可不可以批评你 可以批评你啊 可是很好啊 我就开始劝陈时中啊 我说骨肉不该分离是世界各国撤侨的通则 是吧 市长你了解吧 我知道 对啊 我那时候还人在美国访问 还当场问了美国的官员 我说我们台湾现在发现这种情形 请问在美国会怎么做 他说他们撤侨作业的准则是包括公民及其配偶子女 所以呢 南韩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的撤侨都包含了公民及其家属 这种撤影之心是放逐四海接准的 但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子女都到国门门口了 他还不是人在武汉 是已经到国门门口了 亲爱伟大的陈时中可以把人家赶走 那我也叫陈时中看看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怎么规定的 请问市长你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啊 儿童或其父母为团聚而请求进入或离开缔约国时 缔约国应依照第九条第一项之义务 以积极人道与迅速的方式处理之 缔约国并应确保请求人及其家庭成员 不应该请求而蒙受鼓励 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缔约国 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国内法化了 市长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主动的宣誓 我们要按照世界的人权的一个标准 来去处理儿童权利的保护 也就是说陈时中的做法 摆明就是什么 违反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 那问题来了 你知道请问市长 到目前为止讲的这些论据 包括世界的潮流 各国撤侨的通责 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那你知道我讲完之后 你觉得我在网路上是得到一片掌声吗 你觉得呢 一片掌声吗 你笑得那么有心有同感 就知道你也常有这种经验嘛 对不对 你讲的有道理没有用啊 没错吧 得到一片的骂声啊 为什么 请问为什么 我不晓得 反正那个 有时候点数一贴上去 二十分钟你会吓到 哇 下面全部都是 是啊 你那种经验我也常常有啊 所以我非常了解你的体会啊 对不对 为什么啊 因为陈时中是神嘛 你怎么可以碰神呢 碰神就该打就该死啊 所以呢 不管我讲一百个道理啊 我告诉你 他四个字还我 你知道什么 哪四个字吗 嗯 就是那些1450 四个字就回答我就结束了 我不管讲再多的道理 四个字就讲完了 哪四个字你知道吗 就你老婆说的啊 亲中舔贡啊 舔贡卖台啊 就结束啊 不跟你讲道理啊 可是 为什么要站出来肯定陈佩琪 因为我就肯定她这份勇气 陈时中抱歉他是人不是神 他对台湾现在防疫有贡献 不代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去买单 不代表他做的错的事情 不可以批评 所以既然陈佩琪今天讲的话 我说实在话 在所谓的小民的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以者良心而言 陈佩琪跟陈时中高下是立判的 所以我给陈佩琪肯定 那第二个问题啊 我想请教市长 法律是用来遵守的 不是拿来参考的 这句话是谁说的 就是你嘛 那我想请问 为什么你突然有感而发说这句话呢 常常我们法律定在那里 没有人在遵守啊 是啊 可是你在脸书上发表的时候 是针对哪一件事情 有感而发 忘记了哪一件 差到有感触 我提醒你啦 会选的标准 哦对对对对 三十块那个 对啊 哎三十块 按照过去的判例 以及按照所谓我们法务部长 陈青天陈定南的标准 三十块是行之有年 请问市长 你选举过 我也选举过啊 我们每次如果 准备什么小东西 要给选民的时候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请问 绝对不能超过什么 三十块 对啊 我要担心你也要担心 奇怪的 八韩团体不用担心耶 我们信心念念每次在计较说 要今天拿什么那个 那个所谓的正品小物 来去宣扬理念 不管说你是口罩也好啊 不管你是什么样东西也好 都在计较什么东西 不能超过三十块 他可以超过耶 一百块一百三十块 这叫什么 他叫做不是绝对标准 所以我也是很认同啊 我认同市长你说这句话 我也是马上表示肯定啊 因为很简单嘛 我觉得 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真的不要太计较党派 我们要计较是是非啊 对的事就是说 就是要肯定啊 讲不对的事情 我管你是柯文哲 还是陈时中 还是陈佩奇 你说不对就要批评啊 这才是就事论是一个态度啊 可是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对于霸函 我的态度是这样 霸不霸函是高雄市民的权利 都应该要尊重 但是不能一只眼睛使盯着韩国瑜 刚当选市长选总统 说我就要霸他 非霸他不可 但是另外一只眼睛却假装看 没看到民进党扭曲司法 扭曲会选标准 去护航霸函团体的许多的可能涉及违法的行为 还能够以正义之居 我不能认同这件事情 市长你觉得呢 同意 标准要一致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市长报告 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段时间 我们亲爱的霸函国家队 动得好凶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你应该要发现 为什么因为常去脸书看 最近脸书被洗版情形有减少了 你有注意到吧 稍微比之前好多了 对不对 没错吧 有啊我有关心 你看我很关心你 我常去脸书看 你知道为什么突然你的脸书 1450突然洗心厌旧还怎么样 去你而去 为什么 他们很忙 最近忙嘛 对不对 都到韩国瑜那里去 没时间理你啊 所以我这边也轻松一点啊 对来洗版的也少一点 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想请问市长 如果台北市警察局接到民众报案 说有人在这次罢免的投票 涉及汇选 警察局要不要办 要啊 要办 好那我这边就现场检举 现场检举 我也会把质询后把资料送给警察局 我这边接到网友的爆料 就是台科大的社团 有一位自称学长 自称学长 他说什么 他说啊 他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 因为318学运开始关心政治 他说回家投票很重要 所以呢 他说啊 现在这样子啦 他有个计划 没有立场啊 我不会审查申请者政治倾向 都是由申请者自由新政 只要你将你的车票购票证明 也就是到高雄的车票购票证明 学生证跟银行账户私讯给我 本账号 账户名称要跟学生姓名相同 他就会把车资补上500元 贿赂你的银行账号 希望可以帮想回家投票 但有经济困难的人 我想请问请问市长 你知道吗 过去啊 我们在法务部 不管是法务部的所谓的 他的一个新闻稿 或者是民进党 曾经对于什么叫做会选的部分 都强调一个观点 就是说 同学可能以为以利益鼓励投票 并不违法 鼓励投票不违法 他说投给谁他才认为违法 但其实法务部在2008年3月新闻稿就说 提供往返居住所 居所地及投票地是高交通工具交通费用 就有构成会选是可能 那你知道民进党 2012年也召开记者会表示 以特定地区 然后以有组织规模性计划性再送选民 往返居住所及投票地点 也涉及违法触犯法务部 他提供500元 照你过去的那时候逻辑 有没有会选的可能性疑虑 有没有 有这样的疑虑 有这样的疑虑 请问警方要不要办 市长要不要办 您的法务局长都说有会选疑虑 我待会执行完就把资料送给警方 台科大这个上面说的学长要不要办他 最后要裁决书啊 有没有会选啊 尊重司法机关啊 本来会报警地点署来指挥侦办 没错 就请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我跟市长报告 我不信任法务部了啦 你相信法务部吗 所以我先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跟你告发 然后呢好好看看我们的法务部 到底标准是什么 刚原局长讲的很好啊 他过去这是他的主张啊 这就有构成会选的疑虑啊 所以请今天市警局 我们事后我待会就把资料给你 然后呢好好的去查一查 这么有财力的大学长啊 每个人可以给五百块啊 好有钱啊 我不知道台科大有多少去高雄的学生啊 上面留言已经在报名了啦 已经有具体事实有人报名了 那今天请把这个事情也好好的查办一下 所以我要问市长 最近真的很多的事情 刚刚有淑慧议员已经问过了 你有没有去想到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 请问六月六号罢函这件事情 你觉得对台湾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那个罢免的规定啊 五十七万票可以罢掉八十九万票的市长 说真的罢完罢完韩国瑜啊 如果假设哪一天 柯市长你可能又说了一句什么话 或你的老婆说一句什么话 他们又给你突然起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舔购帽子套在你头上 你觉得民进党动员能力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动员出四分之一的人来投你的罢免票 有没有可能 我告诉你没有那么困难你知道吗 要找出四分之一讨厌你的人有那么难吗 你觉得 明讲基本牌就不止四分之一啦 不是吗 1450网军在上面洗你的人恐怕也超过四分之一啦 不是吗 你觉得这个规定合理吗 请问市长 你们有没有沙盘推演一下 搞不好韩国瑜罢免完下一个轮到你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不会啊没有轮到你啊 我看到他们罢韩团体现在你知道下一个他轮到谁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猜猜看 都在已经在酝酿了啦 谁你知道吗 卢秀燕啊 卢秀燕 然后下一个可能就你啦 一个一个来啦 一个一个解决啦 所以我要讲一件什么事情 今天 这件事情 事实上 你会发现罢韩这件事 就我刚前面讲的啊 罢不罢韩 是高雄市民的权利 我没有意见 怎么头都尊重 但是到现在为止 零零种种的事件 整个国家机器罢免 国家罢免 对整个动起来 法务部简直变成护航部 logo用的也可以原谅 会选的标准也可以变浮桥 随便浮动 这就现在今天台湾 会面临到非常严重的法治 我再请教市长第三题 同样还是要这个 名人名言的大考验 来考考你看 知道这句话谁说的 台湾选举太花钱 是选举选丰败坏的主因 千万不要投给 选举看板挂最多的人 这句话谁说的 就是你说的 你知道这句话 对一半错一半吗 你知道对一半错一半吗 哪一半错 不先问哪一半对 对的那一半是什么 确实台湾的选举太花钱 是选丰败坏的主因 而选举的看板 你知道尤其对基层的市议员选举 你知道最大的支出 通常发生在哪一块上面 就是选举看板 我去访过架 一面看板以租金的市价论 我不讲那种什么赞助 赞助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所谓的支持 它也可以换算出市价 一面看板从一万元到一百万元都有 看地点对不对 对 那有的候选人啊 他可以挂上近百面看板 如果换上市价 请问市价一年要花多少钱 一面说一万块来算就好了 最便宜的好不好 一个月 一个月一千多万 一年要一千多万 所以你讲的很对啊 花这么多钱那种选举 当然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败坏 会败坏选丰跟正丰啊 但我跟你讲 你另外一半 说的不够精确的是 不只是不要投给看板最多的人 最好是投给看板最少的人 对不对 这样更周延吧 对不对 当然不是讲看板唯一因素 还要看候选人的政见啊 诸如此 我只要讲条件均等的情况之下 看板少一点的人 投下去就对了 那我想请教人市长 你知道2018年台北市议员选举 候选人选举看板挂最少的市议员候选是谁 应该是你吧 谢谢市长 你答对了 当然可能不止我啦 但是我一定是第一名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的竞选 选举期间 你知道我挂多少看板吗 好像没有看到 零堪板 我一面都没挂 所以呢 最多有人跟我平手啦 对不对 你也都没挂 那我们两个并列第一名 很好 并列第一名 那我要跟市长讲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市长的建议 我觉得市长你可不可以允诺 我们一起努力全力去建制 把台北打造成一个 竞选零堪板的示范城市 你有没有办 有没有这个决心 或是这个意愿 努力的打造这一个 台北的变成竞选零堪板的一个城市 那最起码要管制 不能这样乱贴乱那个 我觉得市长你的雄心壮志不够 台北如果变成零堪板 竞选零堪板的城市的话 我们可以慢慢扩及全台 来改变台湾的选丰跟正丰 你讲过啦 堪板文化对选丰正丰影响很大 可是我想为什么我有这个主张 我跟市长报告 我常常出国巡回演讲 也走了很多的城市跟地方 有些时候也会辞职当地的选举 我去过很多欧美国家 一些民主国家 我到目前为止我跟市长报告 我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看到那种 巨幅的那种所谓的竞选广告 悬挂在都会区的大楼或私宅的墙面 你看过吗 其他的国家 没有 我告诉你真的没有 我也问过很多国家 他们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那有的是因为他们有些规定 有些规定 有的是这个国家本来就没有这个文化 那通常这些国家 他们会针对广告设置的地点 数量规格处所都加以限制 但是台北市却没有这些规定 不只台北全台湾都没有 便只要提出申请 以法律端来讲就可以 可是你知道上次九合一选举 我看到资料 你知道五千个竞选刊版 有多少是合法的 不多 才491个合法 你即便让他申请 他申请合法的也只有491个 有的时候4509个刊版是违法的 合法比例不到10% 我想请问市长出了什么问题 他好像就先设下去了 因为他设的时候 他也不是允许制 他就自己就先挂上去 那都不合法了 当然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刚就讲说 市长你都讲了说 这些竞选刊版 对选丰会造成破坏 甚至这么庞大的财务负担 但是阵风也可能造成破坏 对不对 可是我就问市长 请问你一个人不挂堪板 会改变选丰吗 不会 我一个人不挂堪板 会改变选丰吗 不会啊 就像之前 市长也感谢你 曾经肯定过我 就是关于违建的事情 我说不提出违建 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处理方式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我宣布 我不受你违建的请托官说 很好啊 我个人表达我的 我的一个态度啊 我觉得台北市违建 我觉得要管控啊 可是我一个人 不受理有用吗 没有用啊 所以就要制度化嘛 所以您的违建争议处理委员会 你知道在公务委员会 提出来的时候 那个 处长也在嘛 对不对 谁是第一个发言力挺的 请问 我是第一个发言力挺的 为什么 对的事就是要挺啊 如果能够在你任内 打造台北变成一个所谓的 不刚才讲 零违建 至少能够把过去那累积 我们现在违建累积多少 两万多建 对不对 接近三万建 三万建 为什么突然 我上次看数字两万多建 变三万建 差不多就是维持在三万建 我们也没有再增加了 每年增加八百到一千建嘛 对不对 但是从去年开始就大概增加两百建 要去年你们拆除的绩效不错啦 是是 就执行率到一百零四趴嘛 对不对 是已经晚回拆了 对 可是你前面的绩效其实不是很好 执行率了 我也比较过各期的事 但没关系 去年开始变好很好 可是我就讲一个重点就在于说 今天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为什么今天讲选举看板的部分 我想请教市长 我们每到选举真的就是满坑满谷的竞选看板 满坑满谷都是钱 讲白了都是钱 可是市府在九十一年九月六号 就已经订立了台北市竞选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 要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请教十八年过去 选举看板的问题 改了吗 没有 没有改啊 所以 可是我看到市长您认内 105年9月6日 市政会议通过要修正台北市竞选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 所以未来违规竞选广告抓到就罚款 而且要新增强差条款 可是呢 107年1月的时候媒体又报导 市长就说把限期改善改为直接开罚 不给予任何的缓冲劝导期 那后来有没有实施 有没有实施 有影响公共安全的 我们还是就马上强制拆除 不是全面吧 对 因为数量太多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全面 数量太多了 数量太多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是我一直强调 这是制度跟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吗 所以单靠单一的候选人 自己不挂堪板 没有办法去把这个 所谓的我们的竞选堪板的这个文化 把它做一个改变 大家都知道市长也知道有问题 可是我们要想办法 你不是只能只发现问题 也不能只有从自己做起 你自己做起这件事情 我给你肯定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但是可以更棒对不对 市长 好我们想看 不然以后就直接开发了 对 所以我跟市长报告 我是觉得说 可以由市府或议员来提案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将来竞选广告固定设置在本市的各个区公 公所或指定的地方 其实其他国外 他们竞选就是这样 海报墙 我设计一个公办的海报墙 那公平起见 张贴的位置 可以用尺寸大小都相同 而且用抽签的方式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采取严格的做法 就比照其他国家 那种大楼 那种什么 挂个两层三层五层 那种大的看板 真的不要有了 我希望接下来选举 我们就不要再看到这种东西了 这才能够真的去建立一个 让台北市 我觉得长期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选举文化 跟政治风气 这一点我是希望市长 能够再加把镜来做 加把镜来做 欢迎坐我们正在 那iVoting刚结束 那我们会签报给市长 那由市长来公开那个iVoting的 那个最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再去修 竞选广告的支持条例 我现在也跟几个议员也在讨论 我们也会想要来提个案 那我觉得iVoting是参考用 但这件事的正当性 我说实在话 我相信民众也都支持 iVoting我想 从出来结果也不会差太多 这都可以预期得到 你今天去路上问民众 会不会觉得说 竞选广告刊版 请问市长 你问民众 刊版太多 是不是会破坏选风 你觉得民众会怎么回答 会认同还不认同 多半认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既然是认同的事情 iVoting做参考用以外 市府该推的 该努力的法制化 建制化还是继续去做 那最后我有点小小的心情 跟市长报告 我真的觉得说 有些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 为什么 以前台北市 满坑满谷的选举旗帜 不是吗 后来怎么样 不见了 所以没有这么了不起 有决心就可以去改变 那我也在讲一件事 像我自己选举 你没刊版 你也当选市长 对不对 你现在怪你站在那边干嘛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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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刊版真的压力很大 我那时候选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我不挂刊版 这个决定也让我辗转反侧 会怕 当然会怕 大家都有刊版 你没刊版 请问怕不怕 我当然会怕 可是最后跟市长报告 我是觉得结果还蛮好的 就选举结果一面刊版都没挂 我还是拿了四万票 是台北市二十年来 市议员最高票 所以我认为选民其实是 看在眼里 你是有办法让选民知道 而且我觉得应该传播一个新的概念 给所有将来的参选人 现在真的是新的时代 那种传统的那些刊版 破坏市容 然后甚至去烧钱 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现在 新媒体 自媒体 网络 其实你如果努力的 能够表现你的议题 跟你的理念的话 还是可以争取到很多人的认同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接下来我就可能要来请教一下 就是追踪一下 有关于之前 有关于违建的这个部分的处理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像违建正义委员会成立之后的话 到底现在对台北市的违建 有产生哪一些改变跟随的进步 有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哪一些 所以我们跟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 2月到6月去年108年是 拆除103.75% 那今年已经拆到105.33 再强拆这个方面是有进步 第二个是协调的次数 几乎不到去年的10% 是 所以第一个压力源减少 压力源减少 当然你拆除的部分的话 你压源减少 你拆除效率会好 可是 我觉得一点很重要 我是希望能够有个绩效的管理 比方说现在以前有压力源在 你拆除可能卡手卡脚了 那既然现在压力源减除 以后也不能再去讲说什么 有哪里来的关缩压力了 所以赤府没有借口了 看到赤裸裸明明白白的绩效 我想请教一下 像去年的执行率 就是到105% 103 就超破百 那我想请问 今年执行率还是可以破百吗 目前已经到105了 到年底觉得可以破百吗 可以破百 现在就破百了 然后你觉得大概可以破百到什么程度 我的想法很简单 是 就要努力的回拆 是 是 回拆了 就把那个三万的 那个将近三万的违建的余量 坦白讲台北市 这样一个城市有三万个违建 你不觉得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 但这不是柯市长你一个人的问题 是累积了许多的市长 累积下来的总量 可是这件事情既然市长当了市长 对不对 那就是解决历史上的一些 遗留下来的问题 那留下 你能够解决这问题 也就是留下你个人 将来对台北市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贡献 所以我也期待 刚刚除了竞选广告5 能够去开创一个新的文化 同样的在所谓的违建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市长也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创 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市长下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市长 你对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振兴三倍券 你目前看法是如何 这个我觉得这样 当然它有四个方法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中央有政策 但是要怎么落实执行 我们在地方政府还是要想一下 对 我们这几天已经在开会了 到底那个要怎么执行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振兴三倍券 将来在执行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的话 可能要负担哪一部分的一个工作 会涉及哪一部分 第一个 那个网站 网站他还要自己上去去key 我觉得到底那个 我都不晓得他网站还没公布 要怎么key 到现在都没有做法给台北市政府 报告委员 目前都还是记者会开完 但相对的做法 还没有很明确的细节 7月15号不是吗 他7月15号才要上路 所以这几天还没有正式的相关的细节 也不到一个多月而已 跟议员报告一下 如果依照他懒人报的说明 现在是这样 不管你是实体券 你直接在邮局购买 你的那个 如果是用虚拟的话 不管是用悠悠卡 用这个信用卡 你要自己去上网登录 所以基本上 不会透过我们地方政府 而是直接每一个市民 直接跟你的这个 不管你是用支付 或者是跟这个实体券 直接去购买去登录 可是他竟在消费券 那个振兴券处理的过程当中 如果台北市的商家 出现了一些混乱 跟甚至出现一些权益受损的问题 台北市政府难道也不用管 包委员他是直接 他类似实名制 也就是他直接是对人的 那他的交易有 我知道是对人 他没有对商家的部分做成 我知道是对人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说 台北市政府 请问对于振兴三倍券 难道我们就放着当作没这回事 我们要争取 我们要举个例子 我想请教市长 请问上次的万元纾困之乱 你觉得我们行政院做得好吗 他对台北市政府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那个就让去空手 大家很忙 然后其实也是 坦白讲也是蒙着眼镜盖章 是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都有一个公式 SOP在 你有没有发现 当他政策如果出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干什么 请问市长 先把我抹黑再讲 把你抓出来鞭尸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善意提醒你 不要以为说振兴三倍券 现在没有透过政府这边 台北市政府在这一端处理 我们亲爱的民进党 理由多得很 他正要找出理由来找你麻烦修理你 多得很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还是这一个部分 要能够多加的注意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市长 今天是六四的三十一周年 对不对 对 那你有发表谈话吗 对 你说了什么 就是还是 那还是一个一个历史的悲剧 所以还是能够改正 面对问题改正错误以后才不会再发生 对 事实上在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大陆的民众在追求政治制度的改善 这一点我们是跟他们站在一起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相信的是民主的价值 那同样的香港的所谓港版国安法发生之后 请问市长你有没有出来讲话 有啊 也有出来讲话 为什么 这还是 我是觉得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不会成功 去年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 你再repeat了一遍 只是再碰一次壁而已 对 所以香港如果要保他的自治 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要跟他站在一起 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请教你 像美国现在发生很大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种族冲突 对 那请问市长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你讲什么话吧 哇 那个黑白冲突已经行之有年了 我跟市长报告 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 我们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就像我认为 你觉得台湾 我们是不是一个亲美的一个所谓的 中华美国是不是一个亲美的国家 算不算是 算 但是我跟市长讲 我们亲的不是 我们亲美不等于我们是川普队 也不等于我们是美国队 我们之所以亲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民主跟制度的价值是相同的 所以当美国发生类似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市长 您应该适度表达您的关心 对美国人民的关心 以上 谢谢 好 好 我请市长 三位副市长 三位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各局处首长 通通通上台备讯 谢谢 我接续罗志强议员刚刚所问的 就是正新消费券 正新三倍券 正新三倍券 目前最夯的话题 其实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 台北市的方业发展 也非常的重要 那行政院长 苏贞昌说 这个正新三倍券 好勇 好用 好领 好刺激 最温暖 请问市长 你认同他的说法吗 认同还没用 还不晓得 好 请问在座所有的官员 你们认同 这好领好用 好刺激 最温暖说法的 请举手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没有人认同 没有人举手 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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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那不认同的请举手 也没有 因为还不知道 不晓得怎么玩 所以你们是脑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 那请问一下 刚刚市长答复罗志强说 有四种方法 请问各位 市长讲对的 你们认为市长讲对的 请举手 市长讲对啊 这个 对啊 那市长方法对啊 好 请放下 你们认为市长讲错的 请举手 对啊 市长你讲错了 他有五种 实体券有两种 非实体券有三种 所以啦 你们通通答错了 好领好用 好刺激最温暖 通通 就像市长讲的 还没想 你们通通没想 实体券 你可以到邮局去领 你可以到四大超商去领 非实体券有三种 你可以用信用卡 你可以用电子票证 你可以用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有非常多家 信用卡有十八家 电子票证也有非常多家 其中有一个就叫我们 悠游卡悠游配 还有台湾配 所以 你们现在开始想一想 时间暂停 我请你们想一想 请那个陈庆安帮我一下 请老师教学 我们就是悠游卡 请大家爱用悠游卡 大家不要用心 我请大家现在想一想 你们怎么样去使用 好灵好用好刺激最温暖的 请大家上来 把你们使用的方法 在这五种当中 你要用哪一种方法 把它签上你的大名 我这里有准备笔 请大家上来 每一个都要 市长也要 现在开始集体用脑袋想一想 你们刚刚通通没想 通通脑袋空白 来 每一个把你的大名牵上去 你要用哪一种 哪一种觉得最好领最好用 好 170万人口 170万人口 27块钱 27ツ7 27 請坐一起來也不錯 用完那筆可以回收 好 我們來看看 你們要怎麼領怎麼用 我們統計一下 哇 這個好像有標準答案 用悠遊富的有 5票 10票 15票 20票 有20個人 用悠遊卡的有5票 10票 15票 16票 用這個信用卡的有3人 到超商領的0人 到郵局排隊的0人 請問市長你是選哪一個 悠遊卡 悠遊卡 好 標準答案 好 市長 請問 用悠遊卡有什麼好處 領這個3千塊的振興券 有什麼加值服務 加值的好康 沒有 那個我們用習慣的 還可以買1280 就這樣 還有一個 我們臺北市 悠遊卡幾乎都可以收 我們那個 而且我們這幾年鋪貨鋪的 你去零下夜市什麼都可以買 那你覺得這樣就有競爭力嗎 沒有 我會再 沒有競爭力對不對 對 我們會再增加我們的折扣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以後喔 我沒有請發言了 不要佔用我時間喔 市長 你知道嗎 昨天財政部宣佈台灣配 你刷台灣配 可以回饋1000塊 昨天財政部就宣佈了 台灣配消費加碼 第一個 你刷滿3000塊 回饋300元 第二 新戶手刷100元 還有 他跟全台灣9家連鎖店 與2000家的這個連鎖店合作 使用台灣配 可以打折回饋最高800元 所以 昨天財政部的台灣配 就宣佈了有這麼多的回饋加值 加起來 超過1200塊 你們悠遊卡 悠遊配 到現在 你們這些官員剛剛回答我 通通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想怎麼領 沒有想怎麼用 你怎麼去競爭 你們是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官員 市長 可是 可是他的錢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 我告訴你 他編列了8800萬的預算 這個當中呢 其中有8000萬用在這個加碼回饋上 那 所以要用搶的 800萬用完他就不給了 所以他可以使得 26.7萬戶的人 去拿這個300塊的 總共是8000萬 另外 手刷呢 他編列了800萬 所以可以給8萬戶來使用 因此呢 會有34.7萬戶的人 為了搶這個回饋 他們可能在第一時間 就去使用台灣配 你們到現在 沒有想 沒有用過大腦 小腦也沒用 膝蓋也沒用 嘿 所以市長 你們的市政府簡直是太慢了 在這個當中 每一家都加碼 台新銀行在第一時間就宣布 它要回饋10% 而且 這個前1萬戶綁定的卡有回饋100塊 總共回饋400塊 那國泰金 也說他要回饋7% 另外其他的電子支付 每一家都已經宣布了 從最少的2%到8% 那麼這 所有的這些信用卡 要在6月5號 下午5點半以前 把回饋方案送到經濟部審核 人家通通都動作了 信用卡公司 相關的這些電子票称公司 通通都開始有規劃了 你們還要想一想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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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所有的人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告訴我 有啦 我沒有在想 但是 還在想 我告訴你 台北市 請問市長有多少人口 270萬 263萬 戶籍人口 到4月30號是263萬1083人 每個人3千塊的台北市民 總共會有多少錢 市長 78億9千324萬 這些錢是台北市民的 如果我們台北市政府 不能把這些錢 78億留在台北市 就是 振興我們的商圈 我們要切腹自殺 愧兑我們的市民 另外 大家都在搶 我們台北市除了希望 台北市民的三千塊 可以留在台北市 振興台北市的商業跟經濟之外 你們要有更大的企圖心啊 比方說 新北市有402萬人 至少我們要搶四分之一吧 我們不要那麼心狠手辣 搶他二分之一 我們搶一百萬的新北市民 在台北市消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新北市民天天在台北市消費的 可能就超過一百萬 另外 基隆 桃園 新竹科學園區 多少人是住在台北的 我們在這個商圈裡面 這個圈子裡面 再去搶一百萬人到台北市消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去搶兩百萬人 加起來就463萬人 463萬人的三千塊 加起來就是一百三十八億九千萬 這一百三十八億九千萬 假設他們留在我們台北市的商圈 夜市 傳統市場 景區 景點 文化場館 藝文活動 飯店 百貨公司 餐廳 超市 賣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應不應該 市長要不要 你說要限制那個消費地點 不是限制 你沒有資格限制 你是鼓勵 不是 就是在台北 所以你應該去用你的腦袋想一想 你們大家 第一個 我覺得要做的是 要宣誓 我們爭取的決心 第二 要提出回饋辦法 第三 你們要帶頭去消費 帶頭去消費 可是你們到現在什麼都沒做 今漢漫啊 台北市政府 麻木不仁 比方說高雄市 韓國瑜拿出五千萬來 其中兩千五百萬 做抽獎 日日抽 周周抽 月月抽 抽黃金 抽汽車 另外兩千五百萬 做他們的回饋券 做他們的消費券 然後台中也有 其他都有 現在連這個財政部 國家隊 國家隊都出來跟你搶了 你們什麼都不管 所以我給你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趕快訂方案 比方說 人家都送十趴 我台北市不能送十趴嗎 你們可以宣誓 這些部分 如果你拿了發票 是在我台北市 使用這三千塊 我也送百分之十 送三百塊 可不可以 另外 中央拿八千八百萬來做促銷 我們台北市拿一億來促銷 可不可以 你高雄都拿了五千萬 中央拿八千八百萬 而且他將來還會加碼 我們拿一億出來辦抽獎 我們抽黃金 抽汽車 抽鑽石 抽房屋 可不可以 市長 要不要 請回答 這個我要精算一下 怎麼樣精算一下 回饋 老實講 以台北市的財力 當然是一定打消 你們通通請回了 市長 市長跟悠悠卡董 市長留下 其他通通請回 我們是可以跟其他縣市打消耗戰 只是這樣實在是 這不叫消耗戰 這怎麼叫消耗戰 這叫促銷戰 對啦 但是 這下一次 是可以啦 但是 什麼叫可以啦 人家都已經在座了 高雄的五千萬已經在座了 中央昨天就宣布了 議員 這個就是整個國家 所以這個制度有問題 他要逼迫每個縣市政府開始加碼 他沒有逼迫啊 這自願的 心甘情願的 不是啦 當然是這樣 等到其他縣市一加碼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最後一定被迫出手 那以我們的財力 你不出手也可以啊 沒有人破你出手啊 就是把這個消費券的這個大頂 讓台北市的商家得不到而已嘛 不是啦 這個這個 我跟議員講 我們是經得起 經得起打這種消耗戰 但是真的會整割其他縣 這不叫消耗戰 市長 你的腦袋有問題 請問一下 你們悠遊卡 悠遊配 有什麼促銷方案 有什麼能耐跟台灣配去搶 董事長 是 報告議員 我們現在跟一些通路 都有一些攜手合作 目前悠遊卡跟悠遊付 本來就有一些 大概有接近10到15%的回饋 好 那剛搭配的7月15號 我們也會跟市政府配合 再做其他可行的方案 都一定有在規劃中 人家方案都出爐啦 你們還在那邊想 到7月15號再想 好 慢慢想吧 市長 市長 最後給你一個 機會 來把你們台北市麻木不仁 的這個形象洗刷一下 請你回答一下 針對剛剛這個振興三倍券 台北市要如何作為 這個其實我們 我們也有在想啦 但是這樣啦 你還在想 你從頭到尾就在想 不是啦 其實我們當然都知道啦 但是我老實講 這就是國家政策出問題 就是說 你中央一個命令 讓每個縣市去競標 當然台北市最後出手一定是最強的 中央沒有要你競標嘛 那這個就是這樣嘛 有幾個問題嘛 第一要加碼多少 第二我要不要使出那個說 強迫只能在台北市消費 他才有加碼 那這個當然我們都做得到 市長 人家所有的信用卡 每一家公司也在競爭 人家呢 也要想出一些方案來 結果你現在這邊 抱怨這個抱怨那個 還搞不清楚 舉集不定 不是啦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老實講 國家的政策應當是可預測 常常是說昨天出來 那我們今天開始 國家的政策可預測啊 對啊 它已經公佈了 6月2號就公佈了 坦白講 一個政策 一個政策的推行 不是那種24小時就可以做出來 還有一點的 所以你認為 這個振興消費券的三倍券 你否定他 我不是否定他 我就說這一種 不認同他 不是啦 你要 那還好啦 還有一個月啦 我也知道其實預言也放心 你不認為他好靈好用 好溫暖 好刺激最溫暖 這實在很拗口 好刺激 可能最後真的會好刺激 就是讓每個縣市政府開始加碼 而且大亂 我跟你講 我也明明還跟議員講 你台北市的財力 要這樣加碼 我當然做得到啊 做得到就做喔 我剛剛講啦 你加碼多少 你會增回來嘛 至少 我講了一兩百億 一兩百億 讓台北市的這些商家 能夠得利不好嗎 不是啦 這個就是 當然擴大公共支出 其實這樣啦 楊毛出在楊真上啦 就政府擴大公共支出 那以台北市的 不要扯那麼多了 好啦 董事長請回 市長 我再請問你 你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民眾黨的政策 或民眾黨的發言 你認不認同 不一定 不一定 有時候他們講的 我也不知道 那我請問你 以下的發言 請問你認不認同 蔡碧如 在這個6月2號 開了一個記者會 批評這個振興三倍券 他說 健保法第十六條規定 健保卡不得存放 非醫療使用物的 及與全民健保服務 無關的內容 三倍券並不符合 任何醫療使用 也和任何醫療服務 內容無關 政府卻帶頭 違反相關規定 你認不認同 蔡碧如的說法 認同還是不認同 這個是這樣 以目前的法令 當然這個做法是 目前中央政府做法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蔡碧如說的是對的 以目前的法令 但是就變超過原來法令的規定 其實我們這也顯示 我們台灣目前個私保法 所以蔡碧如講的是對的 按照健保法第十六條 不能用健保卡到超商或郵局 去領三倍券 所以蔡碧如講的是對的 你認同 我跟你講 那個健保法第四十四條 四十五條 也從來沒有實現過 當年規定說要實施健保的時候 要加一分級轉折 沒有一樣做到 所以我每次講說 中華民國法令是給大家參考用 不是給大家遵守用 健保法就是一個最點 所以蔡碧如認為 用健保卡去領三倍券是違法的 他還有一句話 他說 應尋求其他合法管道發放 請問你認不認同 貴黨蔡碧如的發言 這個就是最近EID的爭議 所以他最後他是用身分證處理 我猜最後又用身分證處理 他現在已經定案是用健保卡 尋口罩模式 這個就是 你都不看報紙的喔 沒有這個就是因為他被迫 就是說因為他的EID還沒上線 他被迫用健保卡去處理 但是其實因為他的 坦白講那個系統還是 所以他是違反健保法第十六條 所以他是違法發放 違法使用的 好 那蔡碧如又提到說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會使得個資被透露出去 因為到郵局 到超商 你認不認同可能有洩漏個資之餘 這個當然他有辦法 其實就我們最近做口罩販賣機的經驗 資料是可以透過VPN直接保管 但是這個都不是一個很正常的做法 坦白講 所以你認同有可能洩漏個資 沒有 如果是國家來做是不太會 我相信他們自然是可以控制的 另外蔡碧如說 現在有多元的管道可以領取 他要提醒可能會發生 發生重複領取的現象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沒有 如果用健保卡的話 不管是健保卡或身份證 直接管制是不會 只是我覺得那個還是過程當中 我 老實講我也不曉得他到底要怎麼做 好 蔡碧如 我考 MU的法言 是貴檔在五月三十號到六月一號 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得出來的結果 omoárioner的標題 這個調查當中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人 不滿意現在政府規劃的振興券 只有5.2%的人支持 目前蔡政府的振興三倍券 所以你認同這樣的民調嗎 你認為他們是不是做的假民調啊 正確的講法這個不叫民調 這個叫問卷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取樣的樣本差 因為如果是民眾黨的這種 內部的網路做出來 就是這種 它不是內部的網路 它是用一個光譜論壇的方式 進行了網路問卷調查 而且這份調查當中 70%的人支持 馬英九政府時所發的消費券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覺得 你們貴黨這份民調 這份問卷調查 代表的是真民意 對不對 正確的講法不能叫民調 叫問卷調查 因為它的樣本 就是population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隊 那個population特徵45歲以下 學歷大學以上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population 好 振興消費券的問題 請你們趕快回去想一想 另外 現在疫情快要這個解放了 請問 在這個6月7號解封以後 台北市後疫情時代有什麼規定 第一個 請問八大行業還要實名制 還要戴口罩跳舞嗎 戴口罩跳舞我們沒有這樣規定 那八大行業現在是規定 實名制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請問6月7號解封以後八大行業的規定是如何 應該是沒有的吧 要維持實名制 是 不好意思我們還是維持實名制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規定社交距離 維持實名制 要不要戴口罩 沒有 哦 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沒有規定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是採取實名制 實名制 不用戴口罩 不用維持社交距離 所以6月7號以後還是一樣 你們要不要正式公佈 我們這個公 早就公佈啦 現在都是這樣執行 八大行業已經公佈了 好 那請問校園的規定 是怎麼樣 校園6月13號會開放 然後正式的全面開放是7月15號 我請市長回答 是啊 他講的就是 這個我看過 副市長請回座 學校其實因為牽涉到要消毒 所以全面開放是7月的 但是那個既然已經解封了 所以還是6月13號以後就 就什麼 就開放 但是完全 完全就是free use 是7月15號 很多的學校搞不清楚啊 你們這個部分要不要明令 發公文到各學校 好 這個 這個我們 我想 對啦 應該說6月7號以後 要怎麼做 實際我們也會發 會給每個單位一個清楚的清單 區民活動中心怎麼樣 就開放啦 一般就說戴口罩 你就可以來參加了 也不用實名制 各種運動場館 像我現在去民生運動中心 活動中心運動都要實名制 還要填身份證字號 還要填身份證字號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現在台北市 有那個少那個 那個身份證的那個條碼 所以其實也不用手填啦 可是我去運動 我不會帶身份證啊 那你應該帶身份證比較方便 帶身份證去跑步喔 你放在口袋裡面而已啊 所以這些後面怎麼樣做 運動中心怎麼做 那市政府的大樓怎麼做 他就是不在管制 不在管制 不過老實講 這個的確我跟你講 我也在想6月7號 我倒是老實講 目前全世界每天新增案例 十萬你知道 八萬到十萬在飄動 市長不用講那麼多理論 我要問你 大家要問說 我去市政府大樓怎麼辦 我去議文場館怎麼辦 還有我進議會怎麼辦 議會雖然是我們自主單位 但是他也要跟著 我們台北市的指揮中心 中央的指揮中心來做 台北市議會該怎麼辦 議會我們有管制嗎 議會應該是 議會也是屬於 議會是由議長決定 議會也是屬於公共場館 你們是尊重議長 但是他基本上是 台北市的市有場館 所以我以上所講的 不會強制戴口罩了 所以我以上所講的 是大家的一個困擾 我為什麼不問交通 交通工具是因為剛剛前面有議員 已經質詢過了 所以我現在講的就是 像八大行業 公車捷運 校園 藝文場館 區民活動中心 運動中心 市政府大樓 各個公營的場所 每一個都不盡相同 你們是不是要訂出一個標準來 然後有公告呢 好 我想這個議員 因為議員講的很對 我想也是造成民眾困擾 我們乾脆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 我們明天還是一個很明確 一個公告給台北市民 不然這樣會搞分 同意 我們明天馬上回去做一個 好 市長 你覺得台北市在這個整個 防疫當中可以打幾分 防疫的話是做得不錯 到現在為止 我們本土感染才八個 所以移進來都是境外的 一百一十八個感染裡面 只有八個是本土 所以就我們我們防疫來場 我覺得分數應該是很高 沒有什麼問題 很高是多少嗎 台北市整體表現 但是坦白說我要跟議員講 我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現在全台灣一片翻新 我問東宇就答西 台北市的表現可以打幾分嗎 我覺得很好啊 但是是這樣啦 很好是幾分嘛 70分也很好啊 60分也很好啊 只要及格就可以Pass 不是 我要跟你講 就是我內心最大的擔憂 疫情還沒結束 我沒有問你那些 我問你在這一段期間 2月到現在6月 台北市的防疫表現 整體來講 你滿意嗎 可以打幾分 第一點喔 我對於所有 我們從衛生局環保局民政局 每個人的表現 我都覺得很滿意 但是我覺得分數 不需要我們自己打自己分數 而且還有一點喔 我最擔心的就是 這疫情還沒結束 不要太... 你給黃珊珊的表現打幾分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啊 幾分 不好意思跟人家打分數 但是我覺得她做得很好啊 你給衛生局長打幾分 這個我的老師我怎麼敢批評 這個... 你給你自己打幾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都指揮 是否定得不錯啊 好 那請問整個中央在這個疫情的表現 你覺得好不好打幾分 我倒覺得這樣啦 不管 常常是這樣啦 成敗論英雄 也許過程有一點... 跌跌撞撞的幹什麼 但是 outcome到現在為止還是很好 我說天后台灣 好 中央的表現 跟台北市比哪一個單位更好 我覺得我們沒有比較差啊 真的 沒有比較差 也沒有比較好 沒有啊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去比這個啦 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 疫情還沒結束 不要太... 你覺得陳時中的表現 你打幾分 沒有啊 其實我也明白講喔 其實不只是陳時中厲害 是他旁邊那一圈 都是我的以前我的同事 我覺得那些都是我們...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2003年台灣有SARS的 這種打過那一仗 讓台灣 台灣在過去十幾年當中 做了相當多的準備 所以從...不管從那個旁邊 我看旁邊那個從我的老... 你覺得國外其他國家給台灣整體防疫打幾分 分數很高啊 表現好不好 很好 那為什麼現在日本 紐西蘭 澳洲 希臘 丹麥 冰島 芬蘭 這些國家通通解放邊境 但是沒有一個 允許台灣入境這些國家 為什麼 台灣本來就是國際孤兒啊 這個跟國際孤兒有關 還是跟我們防疫的作為有關 其實...其實政治的層面比較多 政治的層面比較多 所以你認為這些國家所有的 不讓台灣入境 包括日本 都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其實...其實日本一向跟台灣很友善 我倒覺得...這一題我倒覺得蠻奇怪的 好 所以你不認為這些國家 比方說像...這個... 希臘他評估29個國家 在他第一波開放 裡面包括日本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南韓 但是卻沒有台灣 你覺得這是一個政治考量嗎 其實台灣也沒有在WHO裡面 它也沒有一個客觀的數據可以來... 評估台灣 所以老實講我們還是國際的孤兒 這是我們的實際實況 所以你認為是台灣沒有正確的數據 讓其他國家參考 所以他們搞不清楚台灣的防疫做得好不好嗎 這是原因之一 還有呢 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台灣本來就是國際孤兒 在國際上都常常被不公平對待 我覺得你們是拿這個政治來自己喔 自己給自己找理由 有一些醫學專家說 因為台灣的檢體太少 你知道台灣現在全部只有多少人被篩檢過嗎 不過是這樣啦 你知道嗎 我詳細數字我不知道 6萬多個人 不過作為一個醫學上的專家 2300萬人只有6萬多的人被篩檢過 而且是醫生認為他可能發燒 可能有一些這個確診的一些症狀 才去陳爆 然後才去篩檢 所以我們的篩檢比例太低太低 這樣一個超低的數據 讓其他國家認為台灣雖然我們的確診數少 我們的死亡率少 但是我們的篩檢數是非常非常低的 跟2300萬人比較起來 我們絕大部分的人是沒有被篩檢過 我就碰過一個案例 有一個人他一直咳嗽 鄰居就去報 那有關單位呢 就去叫他去檢查 就發現他有肺炎 而且呢 他已經有這個確診的抗體了 這是千真萬確的例子 那他當然也沒有計算在我們確診當中 因為他已經變好了 他有抗體 只是他還一直在咳嗽 這種事情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國外不敢信任我們的一個情況 我們今天一直在那邊 自己塗脂抹粉說自己做的多好 自己裝可憐 說我們是國際孤兒被打壓 可是你們沒有就實質的問題去探討 這就是台灣目前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這個我倒是可以辯護 因為事實上被感染以後 大部分還是有症狀 所以真的如果 我相信這個400多個的確診率一定有偏低 因為篩檢率比較低 但是我也認為台灣在防疫上做的還是不錯 因為這裡有問題 他就進醫院了 所以這個在公衛上 我們作為專家這個倒是不必去 數量也許有偏低一點 但是也沒有偏低說什麼 完全造假數據不會 因為他感染還是有症狀 我們沒有說他造假 我們只是說台灣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我們的防疫表現沒有獲得普世的認同 這是不是我們大家應該冷靜思考的呢 好另外防疫之後我們要紓困 紓困之後振興 那我們市政府呢列了九大紓困 可是這個情況這個結果我覺得要有很多的檢討 市長你覺得我們的紓困方案執行率怎麼樣 紓困應該是還 不是紓困你知道我們主要是減租減稅 所以我們沒有跟民間收的錢大概有一百多 一百四十億以上 但是我要跟你講 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整個振興方案最大問題還是 其實那個振興這個概念是錯的 應該是轉型 其實應該趁這個機會讓整個台灣的經濟轉型 而不是再回到過去 所以老實講目前的振興方案 所以振興方案都錯的要轉型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統計數字 市長我覺得你們當時做了很多的估算 其實今天要重新檢討 比方說你們提出九大紓困來 我們看看你們原來是規劃三月到五月要執行的 你看你們向我們議會提報 就是說在延租減租停租當中 你們編了九億九點二億 認為這是你們預估的 然後這三個月的執行起來 真正執行的只有六億三千一百四十七萬 執行率是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四 當然這個執行率跟你們無關 但是表示說你們當時計算 你們可以提出這麼多的這個預算來 可是也許老百姓感受不到 或者你們當時預估是有錯誤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報告主要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地上權 還有BOT案件他們陸續還在申請當中 有一些案件陸續都進來我們都很快在審當中 這個就不對了 因為你給我們議會報告是三月到五月 你要執行九點二億 結果你只執行了六點三億 然後你現在給我解釋一堆 這表示你們前期的估算有錯誤 中間的執行有錯誤 另外等一下 還有一個統計數字 比方說你們在降稅當中 你們估計是七千六百萬 結果呢目前執行的是八千六百九十九萬 超過你們原先的預估 已經高達一百一十四點四六趴 還有就是你們給這個中小及輕創貸款 預估優息的額度是十億 結果只有三億五千四百九十三萬 執行率是三十五點四九 這個原來你們也高估 也可能是高估 也可能是你們貸款方式太困難 所以這筆錢發不出去 沒有辦法會受費 另外你們在這個水費減價當中 三月到五月匡列了七千八百萬 結果到目前三月到五月 執行的只有三千九百五十六萬 執行率是五十點七二 還有就是你們在補貼當中 編列了五點六億的這個補貼經費 結果你們後來大開補貼之門 增加了非常多的補貼項目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已經有九億七千五百五十八萬 執行率是一百七十四點二一 那還有一個當然你們預估 今年的延稅到年底十二月是一百四十三億 到目前為止只有六億六千四百九十萬 執行率是四點六五趴 對跟議員報告主要是地價稅是下半年 那房屋稅陸續還在申請 我知道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是到十二月 然後現在是到五月統計 我要跟市長講的就是 你的紓困方案 三月到五月定了九大紓困方案 當時一定經過反覆的討論跟推估 列出的預算結果有的高有的低 這個當中你們就要去檢討 比方說你們的這個補貼 是不是超過當時的預估 我不是說你們多給補貼是不對的 但是這表示你們當時的預估 跟後來實際的需求有落差 那現在錢沒有了 你原來列五點六億 現在已經花了九億七千萬 那是不是要再匡列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這個第二階段的紓困 三月到五月你回去要好好的檢討 因為有些方案你們延到八月 有些是到十二月 那每一個階段都不能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一直辯解一直辯解 錢太多 這個是不是當時預估錯誤 那比方說你們這個輕創貸款 執行率這麼低 你們三月到五月要發十億 結果只發了三億五千萬出去 就不能這樣算 你要不要去 我們只是說我們可以匡列十億 不是說我要把十億都打用掉 那你要匡列 你就不要告訴我 你是三月到五月匡列 你就告訴我是三月到十二月匡列 我可以接受 你是匡列半年啊 不對你們是三月到五月匡列 我們跟你們算這個賬 不是說你們做的不對 不需要在這邊 算強變 而是說你們整個紓困有問題 那再牽扯到我剛剛講的振興 振興就更有問題了 除了這個振興消費券之外 其他都還有很多的加碼 商圈等等的 這個振興方案 你要不要趕快去擬定 趕快提出來 對阿這個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次的振興方案 如果要逼迫每個縣市開始加碼 這也是一個政策上面的缺點 這一段時間 市長 每一個縣市首長六都侯友宜 盧秀燕黃偉哲韓國瑜 都站在第一線 只有你 市政黃珊珊 黨政柯文哲 不會 大部分你的新聞 都是做黨政新聞 你跑到廟口 基隆廟口去吃東西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園林街 他的慘況是生意下跌九成 我沒有看到你 好 第五組質詢結束 我們今天質詢就到這 上會